歷史題跟歷史題有這樣的題目 也算是很經典 這都是一開始你們在高音遇到的題目會比較覺得吃力的 這些你要去熟悉 來看一下 這個我嘗試用不同的做法 讓你體會一下 所以有兩顆石頭 一顆是怎麼樣 牽直上烤 一顆是怎麼樣 牽直下烤 他其實也沒有告訴你他的初術 一樣是不是一比他 他只給你兩個條件很有意思 只給你一個T1秒跟T2秒分別說明 那這邊還有蠻有時就有同學 他這邊自己先算 有時候從這些錯誤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其實也都很重要的錯誤 有沒有做錯就你還不了解 所以會算一些 教學選手主傳他說不只奇怪 這什麼T1秒分別 他就講說一個是1秒,一個是2秒 所以這個答案是對的 正正答案上有2分次付屈 因為他把一個T1當成1秒 T2才是2秒 然後去算分別打幾秒 那關鍵就在說 你們現在開始要去做這種抽象思考 你要開始用這種符號去處理的話你要開始熟悉 因為T1秒,T1可以等於是認認值 我們要T度是5秒,T1是13秒之類的 你可以去做一些這些 但是它就等於 它這個就叫做通刺,它盤蓋了各種情況 它T給你認值 好,大概這樣,所以這時候我們就來處理一下這個情況 所以第一個是 把它上滑的過程,最好我們把它畫一下 這件事應該上去,我這樣畫了 那我把它畫開一點 再掉下來,它只是先上滑了 我只是 在你旁邊看 所以我從上去再下來的過程當中花了幾秒 這邊花了幾秒,T1 好,那另外一個例子是它直接落下 直接落下的話,經過幾秒 T2秒,這樣沒有 好,那今天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個 今天 好,我這邊示範兩種做法 都體溫一下 第一個是 我們可以利用 尤其牽直上官有一個很討厭的概念叫做對稱性 你善用這種對稱性很多問題其實你用想的 這個就可以想出很多關係 怎麼說咧,我今天上去跟下來 注意的,今天這邊很簡單 我上去跟下來的時候 它下來的時候的速度會變得多長 還是 可以嗎,上去下來 或者你們的量想更簡單 上去下來,我們都是沒有阻力的情況 都是沒有阻力的情況 好,那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時候咧,你要搞清楚 這時候咧 我這個部分跟這個部分 上高的後半段其實就跟下高一模一樣 所以可以想見的注意喔 這一段,我把它畫成黃色 這一段的時間其實一樣 這段 是T2 T2 這樣M 所以可以想見的 我的上面這段時間 就得到 這整段時間就得T1-T2 M 好,那其實我K的來不是上面整個 我K的時候就算 掉下來這一段 這個注意喔 這個 就等於到 1分之1的T1-T2 這樣可以嗎 我喜歡 我們喜歡從最上面算下來 其實我們要算的是初術啦 但是我今天算的是這一段的末術 因為我知道這段就等於這一段 沒有啦,這樣就很方便了 好,所以這樣第一個 他問的是 初術大小怎麼算 至於你看喔 V就得到 G 就得到 C G 你知道 2分之7萬 減低度 你看我完全沒有算是喔 我就這樣想想的 哪個寫出來 OK 那這個其實 沒有什麼特殊技巧 我們就要去配正的東西喔 就這些關係 必須熟悉 好,那我這邊也示範一個 也是很典型的做法 這個出來後面就簡單 好,可是今天呢 我先示範一個也是很典型的做法 你會看到 其實我看到蠻多 蠻多的那種 解法是這樣寫的 就是說 好,我先 再示範一下 因為這個寫法有一個缺點啊 我如果在寫詳解的時候 好像我常常在幫一些 有些會要 有些那種什麼 考卷的 就找我們去寫詳解法 你寫過詳解法有意思 有些詳解法你很難寫 像我 我也想這個 因為我們一般寫這個 就這樣就出來了 那你這個你很難去跟他解釋說 我大概怎麼做 我大概怎麼做 有啦 所以通常你會在想 他講什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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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拋的時候呢 會怎麼樣 就等於 上拋的時候呢 就等於 上拋的過程它掉下來 這個 我們腳上是很典型 還是高度是典型 等一下要算 好 所以上拋的時候呢 跟剛剛一樣開明 我落地時要帶什麼 好 這個在例子 等於 -H 等於 V0T1 減掉 2分之1 GT1 有沒有 正氣的差不多 對於情勢 好 那C號拋的時候呢 變怎麼樣 變成呢 我直接往下 我就直接 H 等於 V0T2 加2分之1GT2 好 因為我們直接定向下為正 你當然可以寫 -H -V0T2 解2分之1GT2 也可以 都可以 好 看你習慣了 好 好 那我是不是也把它解出來 好 所以兩次怎麼樣 相加就好 好 兩次咧 相加 好 所以結果會得到什麼 看我會拿H消掉 好 我先算時間嗎 好 先算速度 所以把它相加就得到怎麼樣 V0的怎麼樣 好 我寫慢點 這邊是0 等於 V0成T1加T2 加上2分之1G的怎麼樣 T2平方減T1平方 好 那我把它移過來之後 是不是它就會 插個符號 對 我就可以寫T1平方減T2平方 好 所以最後我的V0就出來了 就等於到 T1加T2 T1平方減T2 它一個2 然後變G的怎麼樣 T1平方減T2平方 好 那看起來不太像 其實結果是一樣 因為這邊可以寫成 T1加T2 所以T1減T2 所以就消掉了 就變成T1減T2 好 所以結果怎麼樣 也是一樣 好 那這樣寫的好處是 就不用寫太多 等於有代數 硬幹 答案出來 但是我剛剛前面講的這些 也是很重要 你要熟悉去思考這些 時間的這些 關係 那這些出來的時候其實就簡單 他說 H 跟 沒數 這更簡單 那H的話 就 我們就算7號碼的這段就好 所以H最高 就等於這段 就等於V0 我們把V0 帶進來 其實就出來了 所以就等於 2分之1的怎麼樣 T1-T2 然後請T2 加上2分之1 GT1-T2 那就發現這一項 跟這一項 跟這一項 剛好消失 所以最後答案 就出來了 就等於 2分之1 GT1-T2 你看這個 很生氣的能減錢 2分之1GT1-T2 那我覺得 我還有一個 比較覺得不可思議的事 之前還有學生怎麼樣 他會把這幾個背景 那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說你背這個幹 有沒有 我隨便改 我隨便改 別說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廠經文版 說 我希望方經過T1 然後等於上方 再經T路著地 我就 我說 再經T路 就不一樣了 再經T路是怎麼樣 再經T路是怎麼樣 其實就等於這段時間 我都不知道 再經T路是 因為我今天後半的時間一樣 所以說 這是T1 我改一下 這是T1 然後這個就變這是T路 有沒有 所以這時候 你的答案全部都改 全部都重來 所以這個隨便 隨便可以隨便出 你不要 不要去配那些東西 那個都沒有意義的 好說真的 你要考試之後 要遇到一個 你看過一樣的題目 那個 只能說是 那個 只能算是預期好 好說真的 好 那最後 著地時的末數 這個也還OK嗎 著地時的末數 這兩個其實都一樣 我就在V等於V0 加GT 我就在下方這個比較快 好 這個就得到 2分之G的怎麼樣 T1-T2 可以嗎 然後再加GT2 好 那也有意思 兩個加起來之後 就變到 就變 結果還是很像 這次變成 括號裡面變T1 加GT2 OK 所以這個 所以說這兩題 十跟十一題這兩題 你要好好去 好好去練習 多練習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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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